今年新设立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 昨晚在芬兰万塔结束 中国队除了提前包揽女丹 和混双决赛席位外 又在女双决赛赢球摘金 最后以三金两银收关 在上周五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国宇战绩是五胜四负 男丹和男双都无缘四强 而在半决赛中 国宇实现五战全胜 不仅在女丹和混双 实现会师决赛 女双小将谭宁刘胜书 还突破了头号种子永元 和可纳松本麻佑 勇闯决赛 决赛日的前三场比赛 都是同队伍内战 中国队的混双和女丹内战率先进行 马来西亚的男丹内战 放在第三场 首场混双 冯彦哲黄东平 延续此前4比0的交手优势 以21比14 21比15击败奖正帮魏亚新 获得今年第六战公开赛冠军 第二场女丹决赛 由王芷怡对阵韩岳 首局21比16胜出后 王芷怡在第二局末段 一直保持领先 但最后时刻 韩岳挽救场点 以22比20将比赛 拖入决胜局 并在决胜局一路领先 以21比12胜出 本战冠军 不仅为韩岳打破一年的冠军荒 这更是他职业生涯的 首个超级500赛冠军 第三场男丹决赛 李子佳以21比14 21比15击败黄志勇 同样打破了自己 接近一年半的冠军荒 第四场女双决赛 谭宁刘胜书对阵的是 泰国一双琼卡潘拉温达 他们先以21比13拿下首局 第二局又先后六次挽救局点 最后以24比22胜出 首次夺得超级500赛冠军 夺冠路上 谭宁刘胜书先后淘汰了丹麦一双 泰国一双和二双 以及头号种子 日本的两届世锦赛冠军永元 和可纳松本麻佑 夺冠含金量十足 世界排名将进一步向前十靠近 最后进行的男双决赛 丹麦的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 以21比18 21比17 击败马来西亚组合万维聪 郑凯文 本周起 丹麦和法国两战750级别的赛事 将接连进行 与谈高手悉数回归 尤其是以安赛龙 马林为代表的欧洲好手 会给刚经历完 亚运会大战的亚洲高手们 重新带去压力 中国队在上周六 从北京出发前往丹麦 已经在欧登赛 进行了一天多的适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